我們之前有看過有一個這個個案是這樣 而且來還是說是大小孩 就是一進來 以前也沒有打招呼 然後就忽然爸爸公祭 那天就殺進來了 就披麻帶孝殺進來 殺進來之後 就跟那個家裡頭的親戚 就是他們那個那個兒子 家裡有三個兒子 四個人就扭打 在臨堂扭打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還沾養遺容沒有蓋棺 打到棺材掉下來 家欣這邊因為他做房地產 你說還有一種就是要來本財散的時候 外面生的嗎 對 我們之前有看過有一個這個個案是這樣 而且來還是說是大小孩 就是一進來 以前也沒有打招呼 然後就忽然爸爸公祭那天 就殺進來了 就披麻帶孝殺進來 殺進來之後 就跟那個家裡頭的親戚 就是他們那個那個兒子 家裡有三個兒子 四個人就扭打 在臨堂扭打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還沾養遺容沒有蓋棺 打到棺材掉下來 然後大體滾出來 他們拔出來就對了 對 所以所以 要拔有站起來嗎 不明目 對 就是這樣子的 所謂的私生子這件事情 那確實如果說他可能有一些 可能這要請教書醫師 就是說他如果有一些這樣子的 我們說是證明的話 他也還會有這樣子 可以分的權利 分的權利是一定有 所以其實不用打 其實我覺得其實不用打 法律就是 法律的存在就叫你不用打 你只要過去說 確實我有這個權利 像有的案子是他們之前 可是如果證明他是呢 有的是已經有戶籍登記 只是他們小孩子不知道 尤其他本來是前妻生的有沒有 那其實戶籍 他爸爸名字就是某某某 那結果這個他後面又結婚了 生了小孩 因為可能他前面就 就是被太太帶走 前妻帶走 孩子也都沒有跟爸爸在一起 那所以其實都沒有往來 那最後面送最後一程的時候 都是後面的在辦 那你他登記上其實有 那即使你不用去吵 就回來就反正 因為國稅局會幫你找 國稅局會幫你找 他要求你所有 就是他告訴所有的繼承人說 你看你爸爸 如果沒沒辦這個遺產稅 說要辦 所以不需要打架 那如果沒有登記的話 如果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我說我是 然後然後對方說你不是 那不然我就說 那我們驗DNA 對方說我不要 我為什麼要跟你驗DNA 那這怎麼辦 那不要的話就看說 今天說要的我要來驗 例如說我要驗 那我要有沒有證據 例如說我不能說隨便說 爸 不可能 一定是要有一些證據 例如說你看 那我跟法官講說 我媽媽跟我爸爸是有交往 那時候有什麼出生證明 匯款 匯款 然後我照相 或者是我爸爸有時候有幾個案例 是爸爸手寫一些東西 祝兒子祝你生日快樂 爸爸 然後也匯錢給他 所以有幾個案子是這樣 你看到他不是我爸爸 因為有個大財團 他就是一直叫老成 每個月給多少錢 他就是這樣 所以那你把老成叫出來的時候 那他就那為什麼 那你你不會為什麼不給我們 他是給他 表示他是他的兒子 對不對 那當然 那法官第一個聽到 那有道理 好 他要先講 法官覺得有道理的時候才說 那你們要去跟他們驗DNA 對 因為不然所有人講出來說 他是我爸 他是我媽 就驗DNA 不行 法院員要看 你先提出足夠 知道說 好像有可能 或有另外一個說 長得像不像 他拿兩個照片 說你看他是我爸爸 有些 我說你前方他忙 不幫他QQQ 那生的亂也是QQQ 真的會這樣 所以有很多派遣說 長得很像 然後法官就要求 那你們就要跟他一起驗DNA 命什麼時候 他們不去嘛 因為驗DNA 今天不能幫你綁架過去 這麼不能 那不去的話 法官就認為說 那可能他就看這個證據 認為說好 那我認為他就是你的爸爸 他就判決說 他們親子關係存在 所以就是可以不驗 可是如果對方足夠證據的時候 那你不驗可能也是會輸 那我 因為老實說 上一代的風 風花雪月 有時候我們下個天不知道 就在三也幾十億 你如果忽然間 在靈堂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我也你怕 我是你聽豬 但是我們半信半語 因為不知道爸爸以前 到底外面有沒有流腫 是 這個時候 到底是要跟他說 我私底下 講一講就好了 不要驗DNA 這個有點賭博 譬如說 給你 譬如說五千萬大發 這樣可以嗎 應該這麼說 如果在靈堂的時候 建議說 這個事情等到後面 辦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 因為我們畢竟都還沒有相認 對不對 我們辦完 先把最重要的事情辦完 如果是告別禮拜 請告別禮拜的時候 這是跟上帝最神聖的時候 我們把這神聖的事情做完 對 至於俗世 我們會後再處理 對 俗世在處理 我知道 還是說 會後你也不知道 這是不是白生的 那怎麼辦 那我就覺得 還是用法律去處理 因為之後法律處理 會比較乾淨 就是比較乾乾淨淨 當然不會有那個 沒有 是乾淨的 那如果說是你現在跟他說 好啦 不要DNA 我不知道我們外面有亂來嗎 對 五千萬改刷 這樣可以嗎 如果可以 如果這個 如果講得通通 如果講得通 你就看你爸爸有多少錢 那要寫 真的 這個是有錢分的 我經過一個沒有錢分的 那個也是 我覺得是當笑話看 就也是跟嘉欣講的例子一樣 就是爸爸走了之後 然後就有人來 說我也要奔 然後就莫名其妙 家屬就莫名其妙 當時外面有頭生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媽媽 就外面的這個媽媽 就帶著她兒子說 我也要奔 而且之前他有答應我 要奔兩千萬給我 然後這個家屬更是莫名其妙 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我爸有兩千萬 然後後來就吵了吵了之後 那個這邊原配的媽媽 就雙手一抬 不然要奔就來奔 結果掉了那個財產金的出來 你知道嗎 才兩百多萬 然後呢 所以之前這個外面 反而是外面的媽媽 跟外面兒子傻眼 那當初你跟我講了說 以後要留多少 根本就是為了留住 那也是一種 這個有時候你就不曉得說到底對方有沒有錢 真的 他說有一個女兒子 他二十歲 回去跟媽媽說 他兩個月沒有來了 媽媽就知道說發生事情了 就要嫌 懷孕 懷孕 媽媽氣到一堆一個求我們女兒子 這樣求成這樣 哪一隻豬你告訴我 你現在馬上打電話給他 這樣 結果打電話給他以後 那個人就接電話 真接電話 豬就接電話 就接電話 然後呢 這個他要說 抱歉 我親身來跟你們拜訪 有誠意 夭壽 來開老實來實來 有誠意 那個西裝 很講究的西裝 然後很體面 看得出來就是有錢人家 還有書記 那兩個白目看著就很容易 在剛剛講那隻豬 越看越滿意 然後呢 跟他說 阿丹 那個 沒有 沒有怎麼處理 就這樣 生小孩 給兩家連鎖店 在一百萬美金 如果十倍 五間工廠 五百萬美金 如果生小孩 多一倍 但是 如果是流產 我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這個意思是媽媽說 沒關係再來一次 什麼啦 好煩啊 真的 很不用花 我們聽得再認真點 那有嗎 沒辦法 人生是最大的修羅場 真的很誇張 有 剛那個什麼 葉先生講到的就是說 你說武藝 然後身心俱疲 我覺得我值得 要是我覺得有武藝身心俱疲 大家來玩 大家來勾 我覺得這樣還有一個道理 可是我有看過那種 就是那種 其實應該這樣講 然後這個都是外面突然間冒出來說 我也可以分 不管多少錢 可是其實像這種 為什麼說人間是最大修羅場 有的是親親的兄弟姐妹 一樣為了 為了遺產 為了財產好了 真的完全撕裂 徹底撕裂的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